的一个说明了 那关于下一个产品呢 就是关于A股吧 确实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 经济数据不太好 特别是涉容数据下降的力度实在是太快了 那么对这个A股有什么看法 近期咱们国内的宏观的数据 确实不是说特别利多于A股 就包括经济数据也好 还是说在政策上的一些变化也好 那给A股还是形成了一定的压力 但我们也知道上周市场在外盘的表现是不好的 包括富时指数也好 或者是香港的香港恒生指数也好 那所以我觉得在迎合我们之前的一贯的思路 我们也认为我个人认为来说上有天花板 下可能也是有地板 当然我认为这个像A50指数级别来说 我觉得可能这个还会还可能会去寻找更低的低点支撑 嗯 好吧 这个您对A股的意见我也是很负义 这个也没什么补充的 嗯 当然了对经济数据的话 这个因为你你也知道之前的我的观点一直是上面是由顶 这个顶呢是由经济造成的 下面是由顶是由这个流动性造成的 嗯 但是呢就是说这现在的这个经济的顶的的确确也也显现了出来 对吧 最近两三个月的经济 对因为我们知道最近的PPI PMI 呃呃这些数据都不是都在拐头上下啊 嗯对 所以呢还是维持我想维持之前的这个看法应该没有任何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下半年就是刚才讲的经济嘛 下半年的话就有可能还要继续的降准 甚至有可能降息 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的话对于A股来说又是一个支撑 没错 当然我黄老师我讲这个问题也就是延伸一下您这个问题 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市场如果久了 它可能会依赖降准或者降息 发生 对对对对 现在市场会有依赖性 嗯盼着 对因为因为我们也知道呃高层或者这个呃国务院已经其实有一定阐明 阐明呢市场会有一个这个观光期和等待期 那看这个政策的情况 那如果说对于金融市场而言那你等待的越久可能对市场是越不利 嗯 嗯对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还想做一点点的补充呢就是说A股呢有可能会迎来 风格的切换这个呢是要注意的刚才呢就是从指数的角度在聊 对没错我对我们一直是从指数啊就是呃在大盘上面可能呃就像您讲的可能这个风格切换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嗯 嗯对因为最近的话像这个宁德时代啊等等这些股票的话的的确确有点 嗯 注定的这个初步的迹象这个是需要去注意的 嗯 嗯而且上一周林德时代也不是出了一个大的案子嘛对吧对嗯这个对 这个融资将近六百个亿所以这个资金量也特别的大呃所以呢就是这个风格可能会切换这个是要注意的这个就是指数是震荡但是如果你呃这个这个风格切换如果恰好踩错了的话呃回测度不一定会很小所以呢没错没错这个要注意 因为我们也知道国内现在面临还是有一些包括说这个恒大的一些问题对啊包括政府对于呃这个呃其实房地产也好教育啊这一系列的这个政策的调控也好呃这个都会迫使市场短期内可能会出现一定的紊乱嗯 嗯对呃但是呢也不用特别的悲观因为既然是风格的切换有一部分股票呢可能就会下来但是另外一部分股票呢 也有可能就会就会上去也关于这个呃在风格切换之下哪些方面可能会有利好去而是你有一些什么方向给我们提到吗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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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医药行业医药方面 然后在这个 怎么说就是在一些科技赛 赛道型的科技企业 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机会吧 好那那这个就 谢谢这个 郭老师说明一下 就是咱们我们对股市 我的个人对股市 我们还不是说就不敢进乱评论 只是当做对对聊一下 只是这个是一些方向性的一个选择 具体的个股的话就 各位朋友自己去选了 没错因为我们也 我也看到说市场最近 关于这个风格切换的讨论 热度非常的高 对其实如果 就像您刚刚说的 就像如果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话题的话 那就有可能会真的会切换 因为市场会反映 大家的 没错会有个认可 对 所以呢就是 从机会的角度来讲 大家更应该好好地去想一想 未来的机会是啥 或许了就真的采动了 没错 没错 是的 或许真的采动了 因为现在 大的结构就是刚才讲到了 就是震荡 这个这个其实就 这个就意味着这个风险就相对可控 可以吧 对 当然我们从 就是从我们宏观 或者是从这个 从外盘的角度来去看的话 其实 那如果一旦说 未来 会出现一些动荡 或者是 就是我 我指的是金融系统 或者说这个 中美之间的这些 这些情况 那可能包括一些 资源类的股 能源类的股 我认为 有一些还是 不错的 嗯 好 那这个 关于A股的话 整个的态度呢 也是比较明确 也就是说 从指数的角度来讲了 有可能是震荡 但是呢 就是 目前呢 就重视一下 这个风格的切换 对 嗯 OK 那好吧 其他还有什么 要补充的一些内容吧 薛老师 呃 我这里 我不知道黄老师 还没有一些 一些 一些 呃 这个品种要讨论的 嗯 没有啦 我我认为 就是这些 呃 黄老师 哎 对 这个 呃 美国的十一国债 呃 怎么看 呃 有没有 最近有没有 观察一下 嗯 这两天没有去 看国债的 这个这个图表 没有办法 做这个 更新 对我补充一下 对我补充一下就是 嗯 呃 他最近跟呃 上周跟黄金的同步 呃 会比较紧密一些 对 上周 嗯 对对 对呃 当然就像我们刚刚开头对黄金 讲的一样 我觉得这个还可能还得就是说呃 这个分析的因素可能还得从美元或者是呃 进一步观察一下美国国债的走势嗯 嗯 美国国债的走势 好 这个也可以继续的关注一下 哎 恰好 我没有 对 看到 嗯 嗯 那行 那其他也没有什么 这个 更多的内 就是没有什么更新的内容 那这样的话 没有 嗯 对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专业一加一到 本质的专业一加一到这里就 结束了 谢谢大家 也谢谢朱老师 好 谢谢黄老师 各位观众们大家再见 嗯 好 谢谢我们就下周一我们再会 谢谢大家再见 好 下周再会 嗯 拜拜 嗯